我们之前讲了这个inverse matrix 它的定义和二阶的matrix 我们怎么样去调它的inverse matrix 那么对三阶和三阶以上的 那我们怎么求 我们之前没有讲 没有详细的讲 如果要按照以前的方法来求的话 是相当的麻烦 就直接用定义来求 是相当的麻烦 那我们学了这个inverse matrix以后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初等变换的方法 来求它的 求一个矩阵的逆矩阵 就是用初等变换的方法 我们在讲inverse matrix的时候 我们已经讲过了初等矩阵 做成一个初等矩阵 相当于对一个矩阵做一次初等变换 这个定理非常有用 那么我们再加上我们今天的第一这个定理 我们就可以知道怎么样去求一个 矩阵的一个inverse matrix 它的逆矩阵 如果A是invertible 它是可逆的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 它的充分必要条件是A等价于一个单位矩阵 也就是说通过初等变换把它变成单位矩阵 而且有一个是有一个很很有用的一个结论 那么就是如果我们对这个矩阵 A矩阵做一系列的初等变换 就相当于做成一系列的初等矩阵 把它变成一个单位矩阵以后 如果说通过这一系列的初等变换 把一个矩阵变成一个单位矩阵 那么我们只需要对一个单位矩阵做相同的 做相同的初等变换 那么这个单位矩阵就变成它的 变成它的这个A的逆矩阵 这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定理 那么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把A和一个单位矩阵放在一起 我们做初等变换 我们只需要把A变成一个单位矩阵 那么这边单位矩阵就变成A的逆矩阵了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最重要的一个结论 因为我们是做同样的初等变换 我们发现做的是同样的初等变换 做的是同样的初等变换 所以我们对把这两个矩阵 把A和它的identity放在一起 我们做同样的初等行变换 那么我们结果发现 等到A变成了一个单位矩阵以后 那么右边的这个单位矩阵就变成它的逆矩阵 这个是非常有用的 我们计算这个是用来计算这个逆矩阵最方便的一种方法 那我们先来证明 我们先来证明 那么A如果是invertible A如果是invertible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Ax等于B 它有 它有一个unic solution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也就是说x等于A的inverse乘上B 那么既然它是unic solution 它这个肯定是unic的 因为A inverse是unic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rankA 它是等于N 它是一个square matrix 那么既然rankA是等于N的话 那么也就是说它的reduce the form reduce the actual form reduce the actual form reduce the actual form 那么它又是N行N列 那么也就是说主对角线上的元素都是1 我们reduce the actual form 也就是说它的每一个leading number是1 每一个leading number是1 那么它是N行N列的 那么它的rank又等于N 那么也就是说每一行 每一行都有一个数费零 而且是等于1 而且是一次往下递减 一次往右边走 所以这个是 这个我们已经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好 我们是A是invertible 我们可以得到了这样的结果 那么我们反过来 如果A 它等加于N in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对 它做 对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 把这个 A做一系列的初等变换 它是等于N 那么是等于N 但是我们知道初等变换 或者说初等变换等加于做 做做成一系列的初等矩阵 那么我们知道每个初等矩阵都是可逆的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乘上它的逆矩阵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乘上 本身是EP到EP-1到EEA 那么我们乘上E的P-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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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也就是说 那么A 就等于什么呢 因为前面这一部分就全部是identity了 所以A 是等于E的 E的 E的Inverse E的2的Inverse 到E的P的Inverse 我们可以写成是EP到EE整个的Inverse 那么我们知道这右边是 右边是可逆的 所以我们知道A是Invertible 所以知道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右边是Invertible的 右边是Invertible 那么左边自然是Invertible 好 那么我们看 我们再根据前面的表达式 A是等于EP到EEE 这是-1 所以A的-1 就是E的P到EE 那么A的-1 它们既然是EP到EE 但我们给它再乘一个identity也是一样的 所以A-1 这是EP到EE乘上identity 也就是说 也就是说 In 我们也就是说 那也就是说 A可以通过一系 通过同样的初等变化 可以变成 而In可以通过同样的初等变化 变成A的-1 这个我们就直接就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得到我们的结论了 刚才这里讲的 把In通过同样的初等变化 就变成A的-1 A的逆矩症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这个对计算逆矩症来说 这是最方便的 所以我们计算的方法 它的方法就是我们把A和它的In 刚才我们已经讲过了 通过初等变化 把A变成In就可以了 那么In自然就变成A的-1 好,我们来看一个立体 我们如果说A它是等于 好,0,1,2,1,0,3和4-3,8 我们直接去找A的-1 当然说有可能是不存在 那根据我们刚才的方式 我们把A和Identity放在一起 我们这就不写N了 就是这是0,1,2,1,0,0,1,0,3 这是0,1,0,4-3,8 这是0,0,1 我们做初等变化 做同样的初等变化 我们的目的 目的是把左边的这部分 换成单位矩症 那么右边的部分自然就变成了 这个A的Iverse 它的A的逆矩症 那我们先我们值 我们集中就是集中在左边的 把左边的这部分 化成单位矩症 那么右边跟着变就是了 所以我们首先我们交换两行 好,然后再把第一行乘上-4 加到第三行去 那么第一行不变 第二行也不变 乘上-4加上来 这个是不变 乘上-4-12 那么这是-4 这个不变 乘上-4加上来 然后在第二行乘上-3加到第三行 第一行是不变的 第二行也不变 乘上-3加上来 二三得六 那么这是2乘上3 这是-4 这是1 好,再把第三行乘上 二分之一 是012 好,我们直接把第三行 第二行减上第三行吧 这样我们就省了有分数 这是010 第二行减第三行 是-1 0 然后再把第三行处于二 这是二分之三 是-2 二分之一 然后再把第三行乘上-3加到第一行去 就是10 0乘上-3 乘上-3的话 把那么-2分之9 乘上-3 这就是6 这是7 乘上-3 乘上-3 乘上-2分之3 0 1 0 -2 4 -1 好 0 0 1 1 2 1 2分之3 2 2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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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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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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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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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完成了